繼續開會 現在請黃天煌議員質詢時間15分鐘 我們台語主席、陳議員 以及我們幹部部門所有局主長主管 以及我們議員當年 我們台語主席、鄉親是大好朋友大家午安 首先,我們台語主席、國中新建校舍的部門 要來請教我們幹部局、新工廠 國中新建校舍的工廠 我們是否已經有檢視了 來請這個處長 我們處長先請 黃處長,請答應 謝謝主席、謝謝議員 曹寮國中 陳議員 好,請多 要不要檢視 這個部分 我們有一些民眾和我們陳情 有一些問題 希望說 要不要在這個 研修的過程裡面 可以注意工廠的品質 我首先 我先針對這個 這是他的現況 我先針對這個 他的表情的部門 表情風水設計的部門 我們新工才是設計三層的風水 一般正常 我們的建築體 這個風水的設計 都都是這個三層 有我們把本設廠前 這個到來 中 表情風水的設計 我們算是三層 但是 時間 只做一層 這個部分是不是要注意一下 未來如果說 真的像 人家在前面說的 三層 你再做一層 我們就沒多久 因為 這個老水 你就知道 我們這個 這個 像我旁邊那個 那邊 老水 這個風水 做得不好 這個老水 這個部門 第二就是 這個連攝針 連攝針裡面 它是要設計 這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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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 很容易 就會 或是說 做 如果 後來有一些水分裂會做成下腺 我聽說它是正常要用水粥去皮 但是它是用洗手軌的頭位 洗手軌的頭位就像一些頭 像一些很少的鎖子 你把洗手軌的頭 我相信對著醫療連鎖鎖的路面 會很容易派這個部分 把這個處長 這次要檢視的時候是不是要注意一下 另外就是說這個木城 木城裡面 它是連鎖鎖的部分 和這個國中已經全部的鎖鎖的設施 連鎖鎖鎖 政府在清澳鎖鎖 現在要來處理探討 就是說 進它完成的這個歴化的植栽的部分 這都是黑幫手 全部都是黑幫手 我相信我們種很多的漏鎖鎖 或是我們在公園裡面種很多黑幫手 我們都知道它的鎖鎖也很切 而且如果剛才有風 雨較大的時候 很多都會切鎖鎖 就變了 你把這兒 這裡到底是 它進現一個 在學校裡面的齊話 還要關過來 還是說 黑幫手這個部分 屬實不適合,不適合就正在這裏 這個黑芒酒這麼小,小朋友都在那裏 如果不適合他就好,風台湖切尾就說到 小朋友或是說到我們的老師 我想設計這個黑芒酒不但避陷於我 根本沒有什麼價格,沒有經濟價值的笑容 是不是可以更新 可以換另外百種的照片 這個報恩 等下書長做簡單的答案 另外就是說,在這大面積裡面 其實都沒有看到照片設備 是不是可以在這個照片來增加照片設備 因為這裏的這個報恩出來 剛好在這個中寮國修都在裡面 中寮國修國中寮在裡面 這樣晚上很多人 晚上很多人都會在那裏 利用國中、國修的這個營地 在那裏做運動 所以說,這裡的這個報恩都沒有看到這個 就是說,它這裏的銷售出來 裏的旁邊這裡的大樓 這條15米的這個大樓 這裏的旁邊這裡都沒有這個照片設備 我想希望可以增加一些照片設備 讓晚上要照到這個頂地利用的這個人 這個照片可以清澈 也比較安全 以上這個問題 是不是我們新港處 我們處理人來做簡單的答覆 黃處長,請答應 謝謝主席,謝謝黃議員 坦剛所說的這個草寮國中 我是跟九尾叫台瓣 這個大概有四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這個風水戰的部分 其實這個租貸建築 它本身是都地上四樓 所以只是做一個挑戰 沒有所謂風水的問題 但那個風水現在是這裡 做一個風雨球場 就是像小巨蛋 要讓孩子在那裡運動 那裡有做第二層 那第二層呢 我們是製外牆的這個 彈性水泥的防水層 它是製責任施工 同時在設計圖上面 並沒有去主任說它是幾層 但是議員的體制 這幾天之後我們會去看 這部分我們會注意在驗收的時候 那第二個就是說這個 所看到現在外面的這個 黑芒球的部分 力量團體 它是希望就是圓融 在校圖裡面的這些球 盡量不要把它封掉 所以這些黑芒球全部分都是 學校一般 本來就有的這個球證 有欠缺的部分 我們並沒有設計這個黑芒球 以上第二點跟議員報告 第三個就是 譚剛才說這個部分 我是採電所地磚去鋪設 但是它是做軟墊 它不是做軟墊 它15歲的機閘級配以外 還要再加襯電砂 才會把磚鋪上去 我們這時候會是 依透水設計的方式來處理 這個部分 因為它本身學校 有進出的那個點子 的車道 所以它的工程的部分 是全部都採電所地磚的方式來設計 這是第三點 第四點 議員建議說 在這個戶外 它這個教室外面這裡 可以再加這個照明的部分 這個部分 如果它算是有夠的 我們會去增設那個庭園燈 如果附近的八星 利用晚上要來這裡運動 製造它的照明是可以的 以上跟議員報告 請坐 因為這 你們有將這個建築 要跟補這個金主將 這很好 聽說它設計 它的這個造型 這樣有 要參加比賽 但是你 老闆以前說這些問題 我也希望我們新鋪主持 要先走去注意一下 提起4月的時候 要來注意這個問題 而且有人歡迎 總是這個問題 會突然出來 希望你們要去改革 另外這是大樓國中的這個 通水廊道的這個部份 也是我們新鋪去做的 目前已經做好了 但是做好的這個部份 目前在這裡 看到很空檔 因為這裡 旁邊這裡的那個 道路 甚至於這個部份 這裡是不是有些 造型設施 或一些 綠面化的 植栽的這個部份 是不是可以來做政家 因為 未來這條路 有可能就是我們 雙鋪來做維護 所以這個部份 是不是說 針對這裡的這個 所在可以來做出力 甚至一些 植栽 美麗化 甚至照片的這個部份 這是在這個大樓 國中進學路 剛才我們新鋪 剛才剛好完成的這個 這個工程 加這個部份 希望增設 另外就是說 對我們雙鋪 在台29山 合體上的 自行車的 維護管理 因為現在 提議民眾很歡迎 你看這個 這個植栽 這都 這都應該是 就 沒有客觀 經濟一下 就很清潔 這裏那十草 那麼多 所以在那裡 騎腳踏車 或是說在那裡 運動的人 都非常害怕 不知道在那裡 會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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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在那裡 或是在那裡 都已經雜草重生 是不是 要做整理 因為這個 很多騎腳踏車 像這十草 都在那裡 都沒有人出來 像這個 騎腳踏車 有那麼多 這這樣 是不是 這個 台二十一線 台二十九線 這個 部份 這個 在 河川 這個 河川 中間的 這個 騎馬上 這條 自行車 部道 這個部份 是不是 這個部份 簡單的 說明一下 副處長請答覆 謝謝主義 謝謝黃議員 我們台二十九的 之前在我們已經 有派工 就是陳如議員講 我們之前 草有打過 可是因為最近 雨水又比較多 所以草要出來 我們已經派工 不然那個灌木 要把它降低 把它說 我們已經開始做 因為這條 很多人在這裡 利用這條 站到這裡 在運動 所以 請我們用到這裡 對這個 有關於這個 部份 注意一下 另外就是要來 我們地政局 來做探討 就是說 第八十一期 市地中央區 就是我們 大樓県村的 這塊 四十幾公圈 這塊 地 有些我們在 你們 這個 報告裡面 我看 它 已經在這個 環境影響評估 做了之後 中央的這個 教育書 也送了我們 內政部 我請教我們 黃議員 就是說 這個內政部 當時可以核定 另外 中央的工程 進木前也在 整個當中 當時可以整個好 來 請黃議員回答 黃議員 黃議員 謝謝主席 謝謝黃議員 對於 第四十八 是 這個 八十一期 這個 大樓県村的 一個關心 總共 面積是四八公頃 是相當大的 一個 範圍 現在 剛剛 黃議員提到 我們本來是說 環境影響評估 環境影響評估 過了 這個 水土保持計畫 也過了 所以我們四月二十 四月二十 四月二十五 就送內政部 他內政部七月二十四 的時候 他還有一些意見 他有一些意見 要叫我們補 其中 裡面 就是說 有些 融機率的一個問題 你認為我們需要加以說明 和所謂的公有土地 還可以徵求他們同意一下 這個部分因為超過三年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一方面 也像 在 中間 補台前面 所以 我們這補手 如果補台前面 我們一方面補台前面 我會 去溝通 關心 我們這補家 我們這補家 來做 因為這 大家都 我都知道 電容 期待已經很久了 另外還有一個 前面 先幫黃議員報告一下 我說前幾月 這幾月中 多幾月好了 因為現在 現在就是說 我們本來是 那些核定料的 水保產環品都好了 但是 在幾月 工程的當中 我告訴說 排水的部分 排水的計畫的 這個部分 水利局 他是認為說 要排出去的這個部分 倒不如說 在裡面 增加自己的自洪量 這樣 不用去影響 到外面的 那個 愛哥 到很大的工程 去擋到外面的 排水工程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覺得說 好我們自己工程裡面 自己去處理 可能會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 這個工程的部分 有間接到 自洪池的一個 一個 變更 所以我們愛哥提 那個環品 還要再讓它做一個 定義補充的補格 所以這個部分 有動作到 動作到 但是我們這個 計畫參 工程設計 是雙軌變形的 所以這兩個東西 如果我們都 好的時候 我們馬上就可以來 進行動工的一個程序 請 請 再給兩分鐘 好來 這邊請坐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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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 它 要該做 這 是不是 這個 但是中華工廳這個部分我們可以做主導 這就像在地政局裡面 還有因為我要了解就是說 中華工廳整個的這個設計裡面 這要多久的時間 我現在要騎乘 有一個時間 我們鄉親比較關心的就是說 全部整個所有複雜的這個造業 多久才可以完成 我現在讓我們特定台幼的一個方向 中華工廳整個設計差不多多久才會好 這是一個重點 工廳整個出來之後 這個政策公眾設施 開始建成 進去做多久的時間也好 另外就是說 這裡說的設計完成 後面就有可能就是出份土地了 出份土地的這個 期程時間才會多久 因為這個土地有的是國風部 有的是這個國有13教育 有的是我們市府的嘛 這裡的這個時間要多久 真的到 真的到 有公道是我們前次都有開玩 沒有開玩 這裡是我們自己有開玩 開玩的這些事情 非常 Foot of the Fear 作uvre 該餘的學校 做这样工程的一个设计 但是要等下 结果设定后我们才可以来发报 所以我们整个七层是 一百坑年开始到一百十年 所以你如果是一百十年 是全部都可以完成就对了 这以上跟一百十年 谢谢黄议员的咨询 接下来我们请李梅甄李议员咨询 时间十五分 谢谢主席 还有我们公务部门的市府团队 大家午安 那其实这次呢 我在那个都发局的业务报告里面看到 有提到说有社会住宅 还有公有出租住宅 那其实在几次会计之前 本期就有跟市长讨论过这些问题 那高雄市针对年轻人 应该是还有青年住宅 不管是出售或者是出租 就是鼓励一些年轻人 愿意来我们高雄生小孩 大家真是绞尽脑汁 也想尽了办法 那当时市长的答复是说 高雄市的租屋不像其他的都市一样 就是我们的高雄市的环境比较不一样 所以没有所谓的青年住宅或青年公有出租屋的设计概念 在这边我想请问一下都发局长 就是高雄市原本照顾弱势所提供的单亲家园 银法家族有接近300户 那进统计包括像家暴啊 还有单亲以及独居老人 已经有高达600多户 那高雄目前还有多少社会住宅 然后有多少公有出租住宅 是不是已经有公有出租住宅 为什么还要有社会住宅 请都发局长回答 李局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李议员关心高雄市的这些住宅 那我想应该这样讲 只要是市府的所有的这些房舍 然后它是出租使用 其实它就是我们在住宅法里面 广益的所谓的社会宅 那只是社会宅它的对象包含比较广 它住宅法里面有一些12项的弱势 那所以不管是刚刚议员提到单亲也好 或是说其他的一些弱势 它其实那只是说就各局处业务 他们有针对某一些特定的族群 跟需要照顾的对象的一个名称 但是整个来讲 他们全部都是可以称为是高雄市的社会住宅 好 局长 谢谢 请坐 那我有查了一下我们都发局的资料 这是都发局的那个住宅生活网的标准问答 那问题第九 不是已经有公有出租住宅 为什么还要社会住宅 那我们这边市政府的回答是说 过去的政府确实有提供 若干符合社会住宅的这些住宅 那当然包含了平宅 出租国宅 还有妇女庇护所 然后老人住宅 还有原住民住宅 那这些的数量极为有限 仅占全国住宅量总量0.08 那以文明国家的标准来看 这是极为可耻的数字 当然台湾是需要社会住宅 这是你们的资料 那在这里面本期也查了说 其实所谓的社会住宅大约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个是社经弱势 然后第二个是身心弱势 第三个是阶段性的弱势 那既然我们的社会住宅总量是偏低的 表示我们照顾的民众是不够的 刚刚你们自己回答 这是一个非常可耻的数字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也讲得这么激烈 这在网路上查的 所以说表示我们照顾的民众有不够 对象也很不足 那为什么要提出特别提出说针对青年出租或出售 因为刚刚讲了嘛 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敢生小孩 在高雄找不到工作 然后我们高雄的房价虽然没有中北部这么高 但是其实很多年轻人想要成家生小孩 经济能力还是作为他第一优先的考量 所以说以现在要靠年轻人的薪资 来养一个家的贷款跟小孩 其实它是有困难的 所以说青年购屋是有青年首购的优惠利率 纳劳工局也是有鼓励高雄市 就是回高雄市就业的年轻人 有租屋补助 但是这些资格还有期限都是有限制的 而且也只补助一年而已 所以在这边局长我想请问一下说 如果对整体的社会住宅 还有公共出租住宅 这个部分我们都发局这边是不是可以加强呢 请局长回答 李局长请答复 好 谢谢主席 谢谢李议员 我想在这边跟理议员报告一下 事实上以现在的政府来讲 它现在提供的社会住宅 它只有出租没有出售 因为其实要考虑到这个整个市场的运作的状况 那以及政府资源 它应该如何去分配 那对于当然是政府这边 我们也有一些住屋的购物贷款的补贴 但是它并不是针对所有人 你想要买房子都可以来申请这样的补贴 它其实目的还是希望说能够对那些 有想要买房子但是它的能力可能还差那么一点点 所以这样的利息的补贴 事实上是针对某些特定的对象 它有一定的这些年所得的资格的限制 所以这个部分机制目前还是有 那刚刚议员有提到 事实上议员提的那个 我们网站上那些资讯 事实上那个是我们中央政府 在社会住宅的统一的一个缩帖 那当然是整个社会住宅的形式有很多种 一种就是政府兴建 兴建然后拿来出租给这些需要的人 那事实上以现在来讲又有一些新的做法 其实就是政府所提的所提供的 所谓的包租贷管这个方案 透过这种民间的房屋的释出 然后由政府来去统筹 来去跟他们接下保证他们租金提供给一些 适当的优惠给这些房东 鼓励他们释出他们的房子 让政府来去提供给这些需要的人 那所以我想管道是很多元 谢谢局长 局长你请坐 那其实我们来比较一下 看看人家其他县市的做法 那我有看了一下就是台中市 你看他现在人口已经都超过我们 然后又升为全台第二大臣 所以说他就必须要解决 那个房价飙涨 还有青年就业住房的问题 所以台中市政府在一些地方 像丰远北屯大理等等的这16个地方 有5000多户的社会住宅 然后青年住宅也是只租不卖 这16年中其中会保留3成给社会经济弱势 特殊有特殊情况者 那7成呢 大家看一下7成是提供给青年劳工 涉及于该行政区有益居住的市民 所以说这个部分大家再来看看 那个新北市也是有这样的福利 就是在三重青年宅可以吸引3300个人申请 那中和秀丰青年住宅呢 816户也有3000人申请 那比较是市价我们就打八折嘛 所以说照顾青年这些需求 那如果说新北市青年住宅申请的资格是什么 只要连满20岁家庭所得没有超过115万 平均每月所得没有超过47950块 这个数字其实在目前高雄市 很多人也都没有达到这个数字 所以涉及新北或新北市的就学 与就业的市民朋友都可以申请 那一次是可以租两年 那可以续约两次 优先可以延长到12年 那我们看看大家别的县市对青年都有如此优惠的做法 所以住在高雄市的年轻人是不是相对之下感觉就是很可怜 那我们这样子的状况来看 我们高雄市真的有特别针对年轻人 有特别照顾到年轻人吗 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来看的话 我们是没有特别照顾到年轻人 请局长简单回答 李局长请答复 好谢谢主席 谢谢李议员 我想 我从两个层次来讲好了 第一个就是当然以高雄市的房价跟租金水准来讲 我们确实是比较 在推动上面来讲 我们会想的比较多 所以我们一向的想法就是 希望说社会住宅不只是社会住宅 它可能一个社会住宅的一个开发案也好 它能够带有其他兼具其他的整个市政的一些政策的目的 那我想以现在的我们所有拥有的户数以外 那我们同步也在进行一些老旧的房舍的这种修缮 刚刚报告说在议员在我们的业务报告里面有提到 我们有提到说我们已经政策决定 然后也取得市府这边的同意 会先针对前进区的一个过去的宿舍 然后来去改建 然后这个明年也可以大概提供多60户 就可以改建完成提供出来 那除此之外我们也跟营建署现在在洽谈 在购买他们在建国新城有19户 那这同样的也是透过改建整建改建的方式 让这些闲置的房舍可以有效利用 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提 明年会推出所谓的包租贷款有800户 其实就是去市面上 然后我们跟一些专业的房仲 跟物业管理公司的结合 然后在市面上去找 大概有800户的这个民间的房舍出来提供 那另外我们也也正在寻觅 在评估几个地点 适当的地点来透过新建的方式来提供 那种种这些当然这些提供出来 我们现在同步对谁有资格入住这件事情 因为住宅法有规定 就是你盖的社会住宅量 至少要有30%提供给住宅法 所谓规范那些保障那些12种身份的弱势 年轻人提供多少 那其他的70%的部分 我们现在也在定我们高雄市的 所谓的社会住宅出租办法的草案 那草案里面我们有 我们有明定就是今天如果你是年满20岁的台湾国民 涉及在本市或者是在本市就学就业 而且他有住宅需求 那他的这种家庭年收入所得 是在算106万以今年的标准来讲 106万以下你都可以来申请 保留多少大概 70%都可以提供给这些12种弱势身份以外的人士 包括青年族群在内 谢谢局长 局长你请坐 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涵盖在青年 可是是不是可以改说某一个部分几层是保留给专门青年的 这样才有照顾到青年嘛 那你刚刚有看到台中是保留七层全部给青年 他们是这样子来设定 我是说至少我们做出一些友善 让年轻人留下来有地方住 说我们有几层 三层给弱势 三层给年轻人也可以 就是专门针对年轻人这一块 那我知道高雄市政府的观念 跟其他的地方不同 就是不会花大量的资金 然后再重新买 重新有找地啊 然后建公仔 这个我之前有跟大家沟通过 所以高雄市是选择以休散的方式来照顾我们弱势民众 但是现在出租是住宅是阶段性的 所以说应该实时让高雄的年轻人愿意来这边工作 然后才有钱买房子 所以说其实不是说我们现在人口低 然后就不做这些工作 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 我们应该把它做好 然后再招募更多的人来 要不然只会一直恶性循环下去 所以说本期还是希望我们都发局可以重视这个问题 那刚刚有提到说怎么样要来让年轻人来这里工作呢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都知道现在法国总统马克宏非常的年轻 所以说他有一些年轻的概念 所以他在6月15号的时候在巴黎科技创业公司Salon VivaTech中提到 法国应该致力成为一个新创国家方便高科技产业的研发 所以透过政府补助市场诱因减税跟创立工业园区 适种方式来新兴现在的产业 那所以说马克宏答应援助新创公司后的两个礼拜 名为Station F的那个新创产业育成中心就在巴黎开幕 那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创业园区 目标是将全球开发者跟投资者有共同聚集到同一个屋檐下 然后透过这个状况有一个群聚的效应 那一开始我知道我们在柏二特区有这样子的概念 可是现在好像也没有说把它做得很完整 那其实我又查了一些资料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导 所以它其实是由1920年所建的车站 那由法国有一个富豪尼尔 在2013年花费86亿台币改建 所以内部大家可以看一下很漂亮 就是两侧的用货柜整合办公室 然后咖啡厅是重新组装的旧火车 其实在7月3号开始 那个Station F就有超过1100个新创公司进驻到其中 而且内部有3000张办公桌 然后包括脸书、亚马逊、微软、LINE 也都是在里面设立办公室 所以这是法国企业成功募到资助款项 然后成为到欧洲第一 那其实这样子当的这个概念 我相信在座的所有局长跟所有我们市府团队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可是因为环境的不同 只是说当然他们募集到那么多钱 做那么多事情 就是要让他们在法国有一个新创园区 那其实刚刚有讲到说 有这样子的东西 年轻人就愿意来工作 那其实科学园区有提供一些大厂生产 和基本厂去制造这些产品 那创业园区提供创业者有利的环境跟机会 我知道说学校里面有一些育成中心 里面也是有提供创业者的空间或办公室 那类似法国这样创业园区的做法 我们高雄是不是有可能设立 能不能朝这个目标来前进呢 请杜芳局长回答 李局长请打呼 谢谢主席 谢谢李语 我想这个国外的很多的案子 事实上都是大手笔 它其实是用国家级的政策 在推动这些事情 那但是我想就市府来讲 我们事实上市府很多局处 针对这些青年的创业 其实有陆陆续续提供这样子的 相同类型的这些发展基地 比如说我们在沿沉地区 那个Dago的树创基地 它是针对数位内容的产业 我自己我们局里面也曾经在那边办过 类似像智慧城市议员也曾经关系的议题的一些讨论 跟工作坊 那博厄它里面也有共创基地 就是针对文创产业 那另外在博厄整个特区也有金发局推的 所谓的M-Zone 就是大港制造的特区 就制造运动的这些产业 那除了这些基地以外 像我们都发局 其实我们今年 当然我们规模是比较小啦 它今年3月31日也启用在 在那个IKEA旁边有一个集合Cubic 后柜的聚落 那当然我们的本职目的是 是透过Cubic来去做一个市政的行销跟推广 针对亚洲新湾区的前世 今生跟未来的一些想象 那同时我们像在一些老街区 比如说在哈马新 也透过老屋的这些整修跟屋主的合作 然后让帮屋主去媒合这些年轻的共创 就是想要去创新创的这些年轻朋友们 青创团队来去进驻 就是用老的空间来去 从事他们的一些新的创业的东西 比如说像浪化工作 共同空间等等 这些事实上就是 当然我们的规模 或没有办法跟他们相比 但是大家就尽量在自己有限的资源 然后可以透过比较灵活 弹性的有创业的 去使用我们城市的一些空间 来协助年轻朋友们 来发展他们的未来 以上 再给两分钟 谢谢主席 那其实当然 这个像刚才讲经费的不同的考量 只是说有一些例子可以激发我们 有激发我们一些创意 所以希望局长您也是年轻人 所以希望在这个部分 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来激发这样子的创意 然后人家做大规模的 我们就做小小规模的 也是类似像这样子 我觉得可以从这样子来做起 那接下来本期是要提关 就是说有关建筑物的那个 无障碍空间的问题 那高雄市向来都是友善城市 那去年那个1月23日的时候 本席也跟局长 还有几位议员 到我们的左营高铁站 进行会刊那些 可以让那个无障碍空间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高铁站跟其他的站 比起来是已经算相当友善的 所以说也给予高铁站 无障碍空间是很高的评价 但是也有声障团体调示 高铁站是那个电梯标示不足 所以说也有乘客上下也非常不便 所以说这个部分呢 那我知道无障碍生活环境 是公务局主要的那个业务 所以为了落实这项业务 公务局有设置说 高雄市无障碍设置的那个 设置的保障法 所以说依据身心障碍权益保障法 第57小三项规定 没有改善还有没有提具替代改善计划 或未核定改善计划的期限完成者 勒令停止使用外还要罚钱 那其实立法的目的 不是说不是要收罚款 是希望说建筑物的无障碍设施 可以更完善 然后让身心障碍不变的人 可以友善的这些使用 那高雄市公共建筑 没有做好相关的措施 所以说不知道公务局 有没有做好督导的工作 还有基金会现在目前运作 赵局长请到 谢谢主席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 在建筑物里面无障碍的环境非常的重要 那不管是在旧的建筑物或者是新的建筑物 我们都有专人在做一个检查 那如果是说你这个建筑物在无障碍不合格的时候 我们再请他马上要来改善 那如果我们会三个月再来给他做一个复查 那如果是说他没有再改善 我们就要按照这个条例来给他易与罚款 以上 这个我们会来加强检查 好 谢谢李议员的咨询 接下来我们请刘德林议员 谢谢会议主席 时间15分 谢谢会议主席 首先来接续 我们请教都发局局长 都发局局长 我也刚刚接续我们李梅珍议员 对于年轻人住宅的问题非常的关心 那在这个关心的前提之下 我常常在这边一直在督促 我在想说局长也非常优秀 刚刚诚如李议员所讲的 在优秀当下也是这个留学回国 也要施展你的长才 在这个长才我们一直在讲 我们尤其在市长时任报告的时候 看到我们刚刚是现在成为一个 在我们台湾各城市当中 我们是排名第三 也就是简称为小三 当然在这个简称为小三的状态之下 它的主体的因素是蛮多的 也看到这一次工作报告里面 我们的所谓的失业率降低 您知道吗 失业率为什么会降低 每一年的百分毕业生 大专院校毕业生跟高中毕业 毕业生的一个就是 出到外线市就业的 高达百分之七十四 所以说在这个七十四的外移状况之下 当然我们的这个失业率会降低 可是在这上面 我们有很多的面观 不管是医疗啊 就业啊 还有住宅啊 这些种种的一个 还有教育 这种种零零的 那我们现在针对你都发局来讲 刚刚也讲关心到年轻人住宅 那我在这边来讲 我常常一直在想 为什么在这个 你也知道 在整个高雄 县市合并之后 我们刚才产生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也就是说 我们用历史的言格 一直往下推 从五零年代的时候 大家都开始起照的一些 的我们所谓的透天楚 在这个透天楚的一个起照 那经过了这五六十年 这个透天楚 既然非常老旧 所以说有的人现在会翻新 有的人会重建 可是翻新重建之后 又面对了一个很多的问题 问题就是 健闭力跟容积力的问题 那跟原本的 如果说 以平常大概都17平到20平的 一个空间 他如果说 一旦申请建造要重新改建之后 他所面临的问题 那政府又在面对的一个 一直在推动的 所谓的三代同堂 你想想看 怎么样三代同堂 那另外 那既然不能三代同堂 我们年轻人出去购屋 可是政府在购屋的这上面 相对的 除了这些 旧有的一些住宅的一个更新 那实际上对他们年轻人 帮助到什么 对这些弱势者又帮助到什么 所以说在这上面 我们一直在这边看到 政府立法的精神是什么 政府的立法精神 当然是希望人民能够遵守 可是在刚刚我所提到 这个前提之下 包含待会公务局 我们看到拆除队 建管拆除 风行的一直在这样子做 可是这个部分 耗费我们的公务的人力 那实际上达到什么成效 没有 是不是在这上面来讲 我们局长能不能换个思维 在容积率 我一直强调 尤其你看 我们现在的容积率 我当初有在建议啊 是不是在我们的捷运站的 大辽捷运站那边 来起造一些社会住宅 让这些年轻的能够 借由政府的得正 而且你这个社会住宅里面来讲 你还不能在很偏远 那我在想大辽捷运总站那边 是一个好地方 在那边设置之后 交通便利 捷运方便 就读方便 这才是一个政府 必须要给予他的一个得正 那我当初有提议 可是在这个提议 好像感觉到非常遥远 那我是希望在现有的 是不是在我们的容积率 跟间批率之间的一个放宽 让旧有的 这些要申请改建的 这些我们的一些 原本的老旧住户 能够得到 他应该有的一个空间 当然局长的想法就是说 你们的想法就是 希望这个城市美学 可是在城市美学 跟实物的中间有落差 不管是城市美学也好 或者所谓的 我们对于整个的建筑的要求 我在想这是理想化 理想化跟现实 是不是 不管我看议员 很多人都在提到这个 是不是能够做一个实质上的 一个贴近民意的一个考量 能够放宽 尤其在独发局 在做这个部分来讲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建议 容积率不是用卖的 容积率是奖励的 不应该是用卖的 当你用卖的方式 羊毛出在羊身上 我们也希望在整个的 这个我们凤山岩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些捷运的岩 这个周遭能够比利式的放宽 让我们这个能够 借由容积率的放宽 来下降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建筑的成本 那我们也希望当然 道高一死磨高一丈 当然可能不孝建筑业者 可能会利用这个 那当然我们政府 有它的一定的规范 那是不是在这上面 容积率放宽之后 我们压抑 把我们能够创造的一些 降低我们的这个 起造的成本 来让年轻人能够 在这上面能够购买得起 这部分我也了解 我们这个凤山 现在为整个的高雄的首战之区 我们这个凤山的这个地区的人口分布 我们也希望在这上面 借由这些能够更能够刺激 让凤山能够带头起飞 我在想各乡镇 各区也都会陆续的这个带动 请答复 李局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刘议员 那我们知道刘议员 其实长期非常关心凤山的发展 也包含说关心我们的年轻人 甚至是包含整个全市的发展 这个我们都知道刘议员非常关心 那坦白讲 就议员有提到 所谓的建幣率的这个检讨的部分 事实上我们有 有遵从议会的这个 的一个指证 那我们现在也有送一个预算案进来 就是希望说能够用一个 比较周圆的方式来去重新检讨 高雄市的建幣率的这个问题 考量到整个大家购物的成本 跟所谓的基地小 然后怎么样在建幣率 是一个合理的建幣率又不影响 当然不只是城市的景观 它还有一些像通风采光 隐私消防 跟这些污水排水接管 跟停车的问题 其实层面很广 那但是这个我们有答应议会 我们现在正在 正在先做初步的严厉 那同时也必须寻求外界团队 所以也必须要一笔经费 然后也编了预算 那这个会期有送进来 再麻烦刘议员这边来 给我们支持 我在想说今天在意识 这个意识厅把我们 陈述我们基层的百姓的心声 我在想说 局长你们也听到了 我在想说既然未来的预算 在今年度的预算 在这个当下的我在想说 我们应该会配合 对不对 让你们能够 这个主政者能够很方便的 能够进行 我希望我们可以看到 城市的发展 跟我们这个住的品质 能够提升 这是最重要的 好不好 谢谢议员 好 你请坐 公务局局长 赵局长 我是刚刚问这个 都发局局长 我是认为赵局长 也是蛮坚持在这上面的 在这个坚持的当下 我是希望是不是老旧的 可以跟我们重划区 能够一个区分 我在想 独发局局长已经往前走一步 你公务局局长 我知道你长期的理念是坚持的 坚持的这个状况之下 你是不是能够做一个修正 这个我们在长期来讲的话 针对在议会也曾经讨论过这个 你的看法如何 赵局长请耽误 谢谢主席 谢谢刘议员 有关是旧建筑物跟新建筑物的部分 在我们违章财组处理条例里面 他也讲得很清楚 在101年的4月1号以前 那我们在里面的要点 也有做一些修正 那我们现在是注重在这个之后 新的建筑物 只要你是有二次施工的行为 那当然我们为了维持 我们新有建筑物 跟我们推动高雄错的计划 那我们还是会坚持下去 这个部分应该 这个部分我不是说反对局长的想法 可是这个部分来讲 这是属于一般来讲 重化区或怎么样 这些 如果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绿能或者其他的高雄处 这也是用人民的金钱来做取代 如果反观 我还是会要对你指教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违法就是违法 你现在用个检阅的高雄处 可是这都不是解决事情的方法了 局长 我们是说怎么样解决旧有的 然后来带动要求新的 这个样子才能够达到一个平衡 那你新起造的 尤其在重化区所定的规范 这部分我在讲 议会跟市民大概来讲的话 做一个大家都能够在平衡之下 能够看到未来的愿景会好一点 这是我希望 在这上面不要说很坚持 那所谓的我们现有的 我刚刚所讨论的 说旧有的这个房色 在这上面是不是有所区隔 你这边也要做一个放宽的动作 议员的意思是说旧有建筑 拆掉重新改建的部分是吗 刚刚我们局长刚刚所讲的 你这边我知道你很多现有的坚持 我希望透过我们今天的一个讨论 你这个有的时候坚持 可以放宽一点 那个旧有的建筑你如果全部拆掉重新改建 那就是依照现在的法令 现在的建筑法跟技术规则来执行 所以在这个 没有错嘛 所以说我们刚刚找都发局局长来讨论这个事情 当然你还是要依照这现有的法令嘛 可是未来我们是要求做一个更放宽的动作 在放宽的动作前提之下 你局长在这上面对于你的观念跟理念 可以做放宽的一个体屑人民市民的一个 我想分两个部分来说明 第一个部分就是在高雄错的部分 那我们统计的结果 如果是托天处的部分 在建筑力的部分我们有统计过 在你前面的露台转换为绿人设施 在你后面的老人改换为老人住宅的通用设计 这样子的话 你的高雄错计划 对你现有的建筑力可以增加到百分之十 我打岔一下 我跟你讲 以我来讲的话 我现有的只有十七坪 局长 我现有的只有十七坪 我十七坪的一个住宅 透天处 我如果按照现有的标准打掉之后 我还剩下几坪 就是说你现在如果是看你的建筑力 你如果是建筑力六十的话 一般现在都是六十 那你前面的露台 跟你后面的老人住宅的通用设计 那你可能可以盖到百分之八十 我想这个各种太阳的形式的设计 那个我们可以提供给 最重要的局长我是想说 刚刚局长也 我们都发局局长也经过这个议会的 大家的共同的建议的心声 把人民的心声表达给你 我也希望因为你对这方面有些 有些蛮坚持的 是不是在这个坚持的当下 能够放宽 在整个的过程 能够大家很顺利的把它完成 好不好 那所谓的高雄处 我是希望就是说 以现有新的未来的一个重化区 或是什么 为这个为基础 对不对 你一般老旧的 你再给他订定高雄处 我们来讲的话 他如果说有这个能力 他就去买其他的地方了 是不是 体屑一下 明知所欲 体屑一下 请坐 养工处处长 我们长期以来 针对了这个路数 跟我们的数目 今天早上我也听到 您所提到的这个部分 我也是很坚持 我身为地方上的民意代表 民选的民意代表 我坚持是以捍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为主体的一个整体考量 那我们来讲的话 城市的绿化 城市的美学 是要靠 是要在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之外 的做一个考量 这个考量是希望 局长今天 不 处长今天早上已经答复的很清楚 我也听得很详细 可是我认同你 你的想法 就是说该有的 电有这个电线的一个高压电线的旁边的路数 还有社区公园 还有一些区分的地方 当然我们的理想归理想 可是实际还是要面对 你有没有去实际上去看一看 有些我们社区公园 他的等据啊 等据就已经落到人家家的房顶上 这个就是你早上提到 你提的你也认知这个问题 在认知的过程当中 未来在新的年度当中 我们有一个这个平衡式的一个方式来处理 这样子对你们养工处未来会比较处理上面会比较更融洽一点 也对于你整个的推动也会更好一点 在这上面 再给你两分钟 在这上面我还是念之在之的支持 今天处长讲的这番话 我也希望你将来未来也是照这个方向去落实 该坚持的地方一定要坚持 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是我们主政者所主要的一个考量 脱离的这个考量就不行 可是我们可以有另外一个考量 就是在不影响这个状况之下 怎么样来定定 这是我必须要再给你来加强的一个地方 第二点 去年我在提案的时候 市长也承诺的部分 在我们大东公园的第二期的一个改造 那在这上面来讲 我们在三四月份已然设计完 那也希望说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在明年 我在想说明年 大东公园后段的一个改造 有没有纳入这一次的计划 预算 讲 谢谢刘宜员 刘宜员也很关心 那个大东公园后面那个改造 那我们已经都设计完成 那明年我们会 会把我们那个预算 我们本来就有计划 就是要趁这个机会 要一并一并来改造 明年会处理就对了 我们是有列入明年的计划 预算会执行嘛 好不好 因为你们跟我商量说 因为在执行上面 可能时间上来不及要 按照明年 那我也同意 我希望把这个建制 也认为说在这个上面 前面已经做了 后面没有做 也是不对啊 对不对 明年加把劲 把它赶快完成 那个另外地震局局长 局长 是 我看到你这个地震 这个重化 也是 也是这么多的重化的一个基地 也是蛮辛苦的 那我希望在辛苦当下 93期 进度一直延后 是不是 这个93期的进度的部分 黄局长 请打扰 谢谢主席 谢谢留言 关心93期 没有落后 我们现在 这个工程的部分 在10月我们就会选商 用最有力标来选取 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厂商 那 分配的部分 我们已经 地价平原会已经通过 这个前后地价 我们准备做这个分配的作业 所以我们是分配跟工程的部分 都同时在进行 这个不然还是要在建筑上 还是要大批评 是 另外我再想起点一下 我们这个大 这个我们不想 物理中的这个 这个区域的收拆 这一段建筑 是什么 这一段目的的消息 跟刘一言报告 目前还是在都市计划的 一个规划的阶段 因为内政部一直对于 这个都市计划的变更 他有相当的意见 所以都市计划没有过的话 那去段征收 他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进行 还是在都市计划变更的一个阶段 谢谢 谢谢刘一言的咨询 接下来我们请童彦珍 童一言咨询 时间15分钟 谢谢主席 我想各位市府的同仁 大家好 今天我要想跟公务部门 来讨论的问题 就是有关于 其实我关心的就是民生问题 其实老百姓最担心的 也是在生活里面 跟他息息相关的问题 也就是民生问题最有关系了 那毕竟这些都是跟民众的生活 马上就会得到民众反应的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想跟公务局来讨论一下 我们道路的问题 相信每一次公务局要质询的时候 要备询的时候 很多的议员都有跟公务局表达 每一个地区都有很多路不平的一些区块 当然相信我局长 你现在对高雄市的整个各区的路不平的状况 你应该非常的熟悉跟了解了 但是最近我们在今年的这个道路的问题 在今年四月的时候 那个网路就有提到 就说光看就晕 骑士直击高雄拦路 如坐跳跳车 这个是在网路上 也特别有提到这个道路不平的状况 那本席回到服务处之后 也确实有很多的民众 仍然在反映这个路不平的现象 那尤其是我们选区 我的选区是三明区 那三明区的民众 尤其在三明西 三明西的民众 就一直常常来提报 有关于路不平 像是我们跟公务局会刊的 同盟路 石泉路的附近 都是非常的 几段的路都是比较老旧 像吉林街 吉林街 然后虽远 大连 虽远街 大连街 下一张是大连 这些都还算不是 你现在照片上看起来 好像只是 不是很粗躁 事实上你亲自去看的时候 是非常的不平 那所以摩托车的骑士 或者是汽车 只要经过那个地方 就很颠簸 就很颠簸 因为它这张实在是很老旧了 但是呢 我们问到公务局 公务局说 要排的工程 实在是太多了 这个也是会排到的 可是呢 变成了我们山明溪这边的路面 变成是比较后面的顺位了 那当然对民众来讲 他觉得是遥遥无期了 那当好今年呢 中华路有进行一次 一次性的路平整修 那这当然我就要赞美一下公务局 再两个月就修好了 而且呢 花了大概八千万左右吧 应该是嘛 市民非常满意 中华路这个路段 因为中华路也是我几乎 每天都要走的路 或许啦 不用像中华路那么大段 耗费那么大的经费的 但是不知道目前呢 我们市府 是不是有继续要拨经费 做这种全面性的路平的计划 因为路平专案 路平专案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年了 那上次民众呢 来跟我反映说路面不平 然后后来去看看 又发现很多的路 都是用补丁的方式 局长我想以前 你没有当公务局的局长的时候 你没有发现 很多道路都是用补丁的 这一块那一块那一块 事实上又很难看 然后比原来的不平还要不平 我想你应该有感受到 但是我看你接局长以后 我没有看过你用这种做法 我想你应该是一个 这个很有前瞻性的啦 现在都是用整面 整块整面去铺的 所以在中华路的部分 是让人家非常的 看起来很舒服啦 还有同盟路是刚刚才补完吗 同盟路是刚刚补完的 效果就很不错 所以我想 以后的这个道路的这个修补 是不是会让民众 今天局长有做一个答复说 以后我们在修补道路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用这种整片的修补方式 不要再用这种补一块 这里不平补那里 那里不平补这里 真的是非常的难看 对整个国际城市的形象来讲 很多外国人都看得傻眼 怎么会有这样子补入的方式呢 我想你当公务局长 你一定不希望人家这样说你嘛 对不对 所以局长你是不是可以回答我一下说 我们现在三明溪那边是在反映太多次了 是不是有计划呢 要去好好的把它做一个全面的整理 还有我们建新路那条路 是很多店铺的 那个路也是非常老旧跟不平 是不是也请局长有空 也找人就是尽量找一点 学长会看一下 那局长先回答我的问题 赵局长请答我 谢谢主席谢谢同意员 其实在路平专案这个部分 市长也非常的重视 所以我们在三月份也成立到晚中心 所以就是效率 赶快把它提出一些效率 而且它是一个单一窗口 而且是联合开挖 因为我们路不平的部分 也包括我们冷孔盖要下地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会做一些比较 就是修补的方式就是坑洞 那这些坑洞我们第一时间是为了安全 所以在整个我们对于路平的部分 我们有分了几个 一个就是坑洞切割的部分 也就是一个车道来做一个坑洞的切割 这个坑洞的切割当然是要经过 我们的那个压路机 要把它做一个路平 另外一个就是路段爬步的部分 有时候我们整个道路 都市计划道路的宽度 譬如说有12米 它可能是只有6米的比较属于不好 归类或者是有坑洞补丁的方式 那我们会针对这6米 来做一个路段的刨铺 如果是当然是整个路面不好 当然是整个路面来做一个刨铺 那刚刚议员所讲的这几个路段 包括我们吉林大年 包括我们的建新 我们会赶快去会刊 谢谢 那这个谢谢局长 我想这都是人口非常密集的地方 如果做一些全面性的整理 我想老百姓会觉得很开心 这个是跟他的生活有息息相关 那也希望尽快地能够去会刊 然后能够尽快地能够处理 让百姓能够感受到我们市府的诚意 另外呢 我要提到这个社会住宅 我们可以在荧幕上可以看到105年度的新闻 就特别提到说我们高雄的社会宅 四年要推8000户 我是看的是吓一跳 因为我看到台中 他才说105年度的新闻的时候 他在时候讲说台中要6000户 那么我们高雄市是说 四年要8800户 那所以呢 而且台中他要推6000户 他也把所有的预定地都找好了 要什么地方去推这个社会住宅 可是我们高雄市 说要推8800户 这个新闻我是觉得很惊讶 因为现在已经到年底了 8800户是一个这么庞大的数字 目前也过了一年了 四年里已经过了一年了 而且马上又到年底了 我想请问一下我们都发局的局长 目前的推动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现在至少也过了一半的时间了 那到底我们完成了多少户 社会住宅到底完成了多少户 那我所看到前一阵子的台中 在今年度他就完成了200户 200户的住宅 然后我们高雄这部分的计划 到底是什么执行的 我在想 如果到底是我们高雄的需求量是在哪里 有没有这个数据 也请我们的局长答复我一下 这个社会住宅的需求量到底是在哪里 然后呢 我们目前已经到了什么样的一个进度了 同时我知道的是 我所看到的数据我不晓得到底是你们没有 2017年的9月28号 他所统计的数字 高雄是313户 那如果说比照2016 那个新闻上又提到的是 258户 所以我们一年里面 难道只增加了65户吗 这个部分要请我们都发的局长来做说明 而且是没有公布数据呢 还是实际的情形 是不是跟你这个四年的8800户有什么关联 如果这个数据到底是你怎么是估算四年要做8800户 这个数据怎么来的 如果说我们高雄需要的数目是这样吗 那么现在是313户 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到底这个数据从何而来 那么2016 258户 2017 313户 所以只增加了65户 所以预计2020年要完成8800户 有可能吗 为什么有这样的数据 请我们都发局的局长来做说明 李局长请说明 谢谢主席 谢谢佟议员 那我想8800户这个数字是 当然是2016年那个时候中央政府 它有那个营建署 那边它分派给各县市的一个数量 总数吗 就是四年内它有分阶段 其实是八年嘛 八年里面有 那我们高雄是多少户啊 它分配到 分配给高雄这边是 希望我们能够在四年里面 达成8800户这个量 但是这个8800户这个数字 它并不代表是全部都是由政府来 不是说全部都是由政府来兴建 提供出来的量 它其中有的是用既有的房车去改建 那有些是由兴建 透过去找地 然后去投入预算 然后去兴建出来 那另外其实有很大一笔 大概是六千多户 将近七千户 它是分配给六都 它是透过所谓的包租贷管 所谓包租贷管 就是由政府出面 跟民间的房子 空房子 由房东提供出来给政府 由政府去租 租了之后再交给 符合这个社会住宅申请的 这些市民朋友来申请 所以整个8800户的概念 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说其实我们高雄市 对于这个社会住宅的一天 我们是最早 我们高雄是首创的 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包租贷管的 是我们高雄首创的 有我们跟刚好是我们去找到台电 它有一批闲置的房舍 对啊 可是那个时候我记得 我们是跟市府出面 跟台电去洽租 租了之后我们来整修 整修之后我们提供给我们 社会上的弱势 交由园民会交给社会局 可是我们现在只有55户 我们现在总共有300多户 313户吗 55户是 就刚才我讲的那个数据吗 对 55户是去年我们提供出来的 那你觉得我们高雄市 到底是需要多少户 才能够满足 我们曾经有请过那个专业的团队 来帮我们评估过 那事实上 我这边几个数字跟议员这边一并 可能如果时间够的话 我跟议员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报告好了 简单说就好 有需求的是有1万1千021户 多少5万 1万1千021户 1万1千多户 然后它有需求 但是它租不起的 有大概9906户 那其中有些 那租不起的人数是满比例很高啊 租不起对 然后因为租不起 所以现行机制除了说有社会住宅的提供量以外 另外我们有一个叫租金补贴 等于是每个月 它是符合这些弱势的这些评定的资格 那一个月给它3200块租金补贴 所以补助多少钱 3200元一个月 对那补助一年 每一年都会申请 大概通常都是在7月8月的时候 我们会受理这个申请 那在这个情形之下 民众他拿到这些补贴 有时候他加上一些他其他的身份 或者是他手楼上的这些补助 他其实会9300户 他是希望拿到租金补贴 让他自己去找房子 那我们有这么多的量吗 可以让他们去找房子 现在这些都有 因为他们等于是去找到他们自己去租房子 然后拿那个跟房东的租认契约来跟市府这边申请 所以不一定要是你们市府所盖的房子就对了 他也可以用他现有租的房子来跟你们申请 对这个是租金补贴的部分 那现在这些租金补贴就是我们也去探寻一步 再进一步去探寻他们的意愿 就是说假设政府有社会住宅 他一样要付租金 你是希望能够住到政府提供的社会住宅 缴纳租金 还是说你希望拿租金补贴 然后去住 你自己去租你自己的房子 其实这个大部分的人是选择 他倾向领租金补贴 所以说我们现在由我们政府来补助他们 用我们的房子的政府的房子的人数 大概有多少 现在来讲我刚刚那个数字还没有谈完 就是我们算了一下 因为有些人是即使你政府给他租金补贴 或者是即使他有钱 他可能没有人要租他房子 他会有这个障碍 会遇到这个问题 比如说像是老人家或者是身心障碍 尤其是比如说有那种算是有障碍的人 他比如说坐轮椅 不可能每个房东为了一个月租你那些少少的租金 他会特别去花钱去把厕所做成无障碍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事实上他们在一般的市面上的房子要早去住的话 会有一些困难 那这些所谓的即使你给他钱 他租不到 适合他们的房子这些人 我们的报告是大概有606户 所以扣掉我们刚刚提到的 所以等于是需求是600户左右 600多户 那目前你们是313户 对 那剩下的那200多户要怎么处理 所以现在我像我们现在已经有提出两个地点 一个就是用过去的旧的宿舍去改建 那这个我们现在在设计当中 预计明年也可以再提供60户出来 会完工吗 完成 明年会完成 修建 我们是用旧的既有的房子 闲置的房子去修建整修 那这个明年又会再提供60户 那另外我们同时也跟营建署在洽谈 去成购他们一样是旧的房子 大概有20年的房子 那个又可以再提供19户 所以明年我们透过这样整建维护 可以提供再多成家提供79户 那明年开始我们也会再用包租贷管 等于是找专业仲介业者 去鼓励民间的房东 适合的房子提供出来给政府 由政府来出面跟他们租 再转租给我们这个社会上需要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满足提供的量 不会只是606户这个数字 因为我们也希望能够提供一些额外多的给 再给两分钟 我希望的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帮助这些弱势的方式 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 我相信一定不止606户 一定还有更多的人有这样的需求 所以我想说如果你把这些讯息 而且你明天要做这些 明年你要开始做这些事情了 是不是能够广为透过各种方式 让更多的弱势能够了解 政府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这也算是一个福利政策 是 这个我们会来做 对 我希望你们尽量的让更 因为有很多的人真的是租不到 没有钱租房子 那他也不见得愿意去住私人的房子 那他总是对公家的房子 他会觉得比较有信任度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在宣传上 应该要多做一些宣导 我想既然你们已经在做这件事情 我的需求量只有600多 我是不太相信 台中都要做6000 我们才600 那个数据差得太远 我跟议员报告这个600多 不是说有需要只有600多 我知道你现在知道的是这样 其实有更多需求 就是这600多的概念是说 即使你给他补助 他即使有钱 他外面也没有人要租他房子 就是他是需要我们提供 政府的房子 那所以你也知道 会有更多的有需求吗 对不对 需求是一定会有 但是所以我们现在 那我限制 因为我的时间不多 我想说请你多 是不是在会后里让我知道说 你们如何让这个讯息 让大家知道 让我了解管道是什么样子 我们在服务处的服务的时候 一定会有人问到我们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怎么教他们 去处理这样的事情 怎么样去得到该有的帮助 好不好 那以上呢 就请局长到时候会后 给我这些资料 好 以上 谢谢主席 好 谢谢陈彦珍 陈一言的咨询 接下来我们请登记第二次咨询的 陈梅娟陈一言咨询 时间十分钟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主席 大家辛苦了 第二次发言 我想因为延续早上说的 其实我知道公务局的工作 相当的繁重 那基础建设来自于公务局 大家的辛苦努力 不过基础建设如果没有做好 城市的发展 确实是会有很多的问题 那当然我想刚刚大家谈了很多 等一下我也要跟公务局局长 这边来救一下一些问题 街道的一个美化 其实我这次到国外去 这是在上海 我请赵局长看一下 你看这个 他们这个道路并不宽广 不过它两边的美化做得相当的不错 这样看过去觉得很舒服 那它利用了这样的一个空间 做了这一个植栽 它一样达到它的社区街道的美化 你看它做得很漂亮 那当然这个在维护上 也是要用一点心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相当很好的一个巧思 包括你看他们的马路中间 做了这样的一个风格 也是很漂亮 也没有这样子硬硬邦邦的 那个图 那再过来你看也一样 我觉得他们有很用心的 在做一些城市的美学 做一些景观的改造 也不一定要说 种了整排的绿梨 或者种了整排的树 才会能够城市更美 其实我觉得他们这样的一个设计 相当的不错 那尤其是我到那个上海 它这个好像是要进去城隍庙的地方 他们也是这样做了一排的那个绿梨 上面是做一些植栽 下面刚好可以利用空间 停机车或脚踏车 然后这上面就是一个绿色植栽带的区 你看这样的空间充分的利用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城市里面 其实人行道现在已经受限很多 所以每些人行道都不愿意让人家放机车 其实这个我并不反对 因为行人的安全 不过我是觉得在有限的空间里面 如果我们如何营造一个最大的使用价值 所以那时候我去看到这个 我觉得真的很不错 我觉得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巧思 那这个是我到美国去的时候 你看他们的城市街道 没有绿梨一样看起来干干净净 他们也没有什么绿梨啊 可是他们的树就 这个都没有什么串根的问题 也做得很好 那街道都干干净净 这个树 你看它这个做得相当的不错 这个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 其实我们高雄这边应该也要好好来审视这个问题 那我要讲的是我们高雄议会门口 你看做得很漂亮 我们高雄不是没有做得很漂亮的律理 但是这个要靠很多的心思 你看这个是因为我们议会有在维护 那它前面都做得很漂亮 可是我们的入口的地方等于如果局长你有去注意的话 我们入口这边就刚刚我秀给你看的地方 结果这边就变成这样 那因为这边我们因为没有在围管 所以就落差这么大 一边这样一边那样 那我再给局长看一下 你看这个就是我 其实我随处都可以拍到这些景象 这些景象 那今天你看都看到这样 今天我并不是要去说养工处做得不好 是因为我们的城市 因为现在很重视就是盖公园做绿理 然后整个城市当然充满了绿意盎然 是很不错 整个景观是好 可是问题我们现在公处没有这么多人力 也没办法做这么多的围管 所以我们现在都给外包厂商 那外包厂商如果负责任就好 如果不负责任的话 每次都到我们要会开的时候 他们才去整理 我们平常说不会开的时候 他们也就是放了一塌糊涂 然后常常有很多居民来跟我们来陈勤 来看说怎么会弄得这个样子 所以我现在是说 今天我要特别提出来是希望说 养工处这边或者是公务局这边 你们是不是应该去思考 其实我们不一定要每一条路都做这种律理 有些的空间好好去做 刚刚我给你们提的那几样 我觉得都可以去参考的 再来我就是要特别讲到我们的玉城路 玉城路这一段 这段我们已经讲了好几年了 在吴宏某当局长的时候讲到现在 这一块每次我要是去执寻完之后 这块的律理就会补上去 然后我执寻完了之后 慢慢的又这样子 然后就重复这样的一个戏码在演 那这边的居民一直在抗议 说你看他 这是刚刚我请他拍给我的现况 现况 那其实我已经不忍心在苛责养工处说 为什么每次这个律理都照顾不好 坦白讲你要叫他们那么多的时间 人数那么的少去应付这么多的一个直灾带 他把他敲起来全部做机车阁 因为这边全部都是小市商店 没有停车空间实在是太为难这些商店 跟这些用来这边那个消费的人 所以我也很谢谢龚处长在离开这个职务之前 他把这里全部打掉做机车阁 他的对面边就是现在这个位置 你看他放满了机车 因为他这边被律理占住了 所以大家都一直在放这个机车 都放到连行道上面来 那每次跟你们咨询 你们就去叫警察局去开单子 我不是要你们去开单 我要你们去彻底的解决问题 郁城路这块路 你看同样一条路 这边是机车排列好好的 这边却是绿带弄成这样 为什么今天我不明白公务局 为什么到现在还是很坚持 要留下这块绿带 而不改成机车阁 那个地方车祸频繁 每次跟你们讲 你们就叫交通大队来这边开单 从来不解决这一块 所以我等一下公务局长 请你跟我回应一下善意 到底你们这块要怎么处理 好不好 你看摩托车都停到上面来 因为他们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停 只好这样停 所以这里的需求是有的 再过来就是刚刚我们同学 也特别提到道路路面的路评专案问题 其实道路规律 我想先谈这个 这个是一个 这个道路边这个破损 那这个我当时有请他们来修 当时是水管 那个是水利局 那个水管破裂 后来我请水利局来说 他们说这个要路证 挖路证 修理这个还要挖路证 他们说管挖中心管得香港严 所以一定要挖路证 然后才能够修复这个马路 我也觉得很纳闷 这个跟广挖中心有什么关系啊 为什么这个还要挖路证呢 所以我等一下请广挖中心的主任 云野回答我一下 这样小小的地方也一定要一个挖路证吗 然后请很久才能下来 好那再过 催滑路 这个我 我非常感谢 那天吴处长 有特别拨了时间 跟我们逛了一圈 然后我 我跟他反映很多 他都很 我真的很谢谢他 他也很积极 告诉我们 这块这个是催滑路 催滑路当时整条路都重铺过 但很奇怪的是 为什么刚好这一段没铺 所以很多人一直在跟我承行 因为这边运动的人很多 这边就刚好半平山 很多人来这边上山爬山 然后刚好从高铁路弯过来的 这个区块整排路 都是这样破破烂烂的 然后这边是不好好的 但是这边是破旧的 那那天我有跟养工处处长讲过 他也说好幸快 但是因为经费好像也不少 所以这个拜托局长 你也要支持 赶快让整条路平顺 不要慢车道是破的 破破烂烂 然后像在跳舞一样 这样骑骑骑 因为这条路已经很多人在反映了 那另外还有就是 因为实验关系 我很快的带过 这个是德协路220项 也是很奇怪的是 为什么这边铺得好好的 这边都没铺 那这边居民也在抗议说 我们是二等公民吗 为什么这边铺得那么漂亮 那我们隔面对面竟然铺成这样 那当然我想这有可能 就是那天出场有跟我讲 也许可能是这边有做广挖 然后这边重铺过了 但是如果也是这样的情形的话 我也拜托 往后 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 不然就拜托公务局 这新山也破破的 不然你这样一边两国 人家都觉得很奇怪 这都破得很漂亮 所以这边居民也会抗议啊 德协路就是这样 局长你有看到 我希望说两半的路 怎么会查得太多 太多民贤了 那龙城三街那天也是 我们有请处长来看过 真的那个路破得很糟糕 那龙城 龙走路183项 跟文字路也是真的很糟糕 宠爱路 这个都是我一再的 在跟我们的公务局在要求 就是希望说 这么多的路面 当然我想你们都 你们会讲说 公市要这个路太多 要破碎完 没错 每一个一眼都会反应 那我觉得我也很高兴看到 我们的公务局 我们养工处都有积极在进行 这段时间来 铺了很多条路 我们可以肯定 但是我们也希望说 不要说大家都跟我们说 因为经济没了 还是怎样 因为我知道 今天铺十条算十条 明天铺二十条算二十条 反正总是会破碎完的一天 你就有进度有在破碎 我们就很高兴 那我相信 我们会建议的 一定都是来自于民众 很多人一直在反应 那个路真的很糟糕 我也拜托你们 优先跟我们考量一下 如果你们如果没头 全部看得到的 像期望我们才希望建议的 我们已经帮你们当你们分身 帮你们寻手到那么多的道路 赵局长请搭忽 谢谢主席 谢谢陈议员 我想道路的形态的布设 跟都市计划道路的宽度 是有关系的 所以刚刚所 在那个PowerPoint的照片图上 有一些栏杆的布设 那个我们高雄市 是道路没有栏杆的 所以整个的思维 可能大家的不一样 当然好的 我们要去学习它 好的我们也要去坚持它 那至于育成路这个部分 我想大家都要有一个 手法的习惯 譬如说你总是育成路 你不能并排停车嘛 你如果并排停车 来造成违规造成车祸 这个责任要由水来付 那另外人行步道 老落户的人行步道的友善权 水来处理 我想这个部分 大家都要互相思考 谢谢 那个执在的部分 我们会来加强维护管理 谢谢 谢谢 主席 還有陳議員 在道路坑洞的部分 在我們的法規挖掘制條例裡面 都是需要申請入證 但是如果涉及到緊急公共危險的話 可以用搶修的方式 先施工後報備的方式來做 所以說剛才議員所講的這個案例 事實上是可以用搶修的方式來辦理 只要在施工後三天內 來做一個補辦手續就可以了 以上做一個回應 事實上都知道 他們可能是不是太了解 這個部分我們還會跟水利局 再做一個詳細的一個懸導 以上 是的 是 這個部分應該是所有的管制委員會都知道 是 是 好 謝謝 謝謝陳美娟議員的質詢 向大會報告 延長開會時間到林婉榮議員登記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質詢完畢 我們再上會 現在請林婉榮議員質詢 時間三十分 謝謝我們本區的政議員議員 非常認真的議員 主席 今天我們公務部門所列席的局處首長 業務主管 科事主管 我們議會的好同事 新聞界的好朋友 我們現在在電視機關 是我們市場的鄉親市場 大家慢入晚安的階段了 好 大家好 好 那我就進入今天的質詢 我們還是要鼓勵大家 少吃肉 多蔬果 健康又環保 謝謝 我今天首先我要來質詢 我們的地震局 地震局 黃局長 你們的團隊非常的認真 整個我們市府團隊 現場的科事主管 我們的局處所長 你們 我肯定你們 你們都非常認真 但是在認真的同時我們也要兼顧到一些 還沒有做到的事情 希望本席 我今天本來是有點生氣 但是為了說要鼓勵大家 我就把這個氣收回來 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說 我們小港里 港美街 五十一旗的重劃區 從民國七十八年已經徵收取得這個路段 因為這個地方是屬於台塘的土地 但是我們五十一旗的重劃區 但是在民國七十八年到現在 這條路通了沒有 我們的局長你知道嗎 等一下你再給我一個善意的回應 小港里 港美街 這個從本時 人家說有春天就開始會看 但這個五十一旗重劃區 路不通 沒有辦法通到港美街 有春天 來到夏天 還到六十一旗 現在邁入 已經在六十一旗 我們來邁入秋天 已經到了 甚至這個工作可以在冬天完成 等一下 再給我回答一下 好 來 我們看看 這個排水溝 都是做價的 這個都是價的 我們去看都不會通 好 那更好笑的 就是說我們 怎麼那麼小啊 看不懂耶 他們就兩個公務局 公務局 地震局 他回函說這是小的 他就 我來看一下 就是兩個 兩個局 就是新公處回函 說這小的地震局的工作 說這小的地震局 說這小的地震局 現在已經 已經是養公處在維護管理啦 哪裡 根本也沒有維護管理 就兩個 兩個局 這樣拿來拿去啦 結果我給他查了出來 這屬於地震局的工作 逃不了 這屬於地震局的工作 對建國的工作 好 那我就沒有時間再多講了 好 等一下再一併回答 好 那我接下來我要跟新公處 我們公務局局長 趙局長 你也要聽一下 我在這一次市長業務報告 市政業務報告的時候 及諮詢的時候 我有提出來講 我們新建一條玄街五角公園的人形景觀橋 這兩邊啊 兩邊要更辯明 這邊是凱旺街 凱旺街從我們的鎮海路 到凱旺街 就是人家說 就只此而已 就是 就在這幾公尺而已 好像遠在天邊 好像繞了這麼大的一圈 怎麼能夠經過這個地方 要去休憩 因為我們 我們的 來 團隊 加油 我們這邊有新邦里 鎮海里 鎮昌里 還有鎮榮里 還有我們本身的平等里 還有我們本身的平等里 差不多有五里 我們那裡都沒有公園了 我們那個地方都沒有公園 我們要到有公園的地方 要到新人里 新化里 要到那邊 等於要到東邊 就是在靠近我們這邊的地方 都沒有一處 都沒有公園啊 但是我們最好 現在就是覺得說 也很感謝我們的 也是地震局 你們這樣子在那邊 有好像是幾期重畫 那 75期嘛 對 75期 75期重畫 那你們就重畫之後 有規劃五角 五角地區有一個五角公園 就是五角公園 這很棒啊 那如果從我們鎮海路 我們鎮海路過去的話 近在直尺 遠在天邊 你從鎮海路 它就在 橫跨這邊才幾公尺 但是 要繞了這麼遠的地方 這應該是 對我們社區來講 比較不方便 這裡是鎮海路 這個是前鎮河 前鎮河 那過去的話 鎮海路 間鎮河 這條路是 凱浮街 因為我今天為了 要來質詢 我今天又去跑了一下 又去跑了一趟 前鎮河 玄街凱浮 前鎮 我們的前鎮區啦 鎮海路 玄街凱浮街 它的人形景觀 橋 希望說 趕快今年 趕快去做個規劃 它可以直通啊 75区的重畫 凱浮街 這個所在 可以是一個 直通五甲公園 我們這邊的 很多的居民 都住在這裡 是不是可以這樣 直接就可以通往 那因為這裡 交通可能 交通是 不會危險的 因為我們有請交通局 也去看過了 那當然我們市長 我在 他市政報告的時候 那我質詢的時候 市長說 也有很多人在講說 是不是可以 開一條 從鎮海路 開一條可以用 汽車 汽車 比較大的橋 那 可能說評估 可能是 在交通有 在交通方面 可能比較會有影響 還是 在安全有疑慮 那如果說 我們用人型景觀橋的話 應該是 是可行的 那 才五公尺寬 長五十公尺 它的經費 差不多三千萬嘛 這個我們處長 也都有去看過了啊 這個是不是 也 讓 我們 今年 可以來做一個規劃 來做一個 規劃設計 我們明年 把它完成 那這樣子 我們的民眾 他這樣走就過了 你看我們的團隊 多強的動畫 這樣子 就要走過這樣 跟他們拔一下 跑去 大家可以贊他嗎 謝謝 就誠儒 這個我也講了很多次了 我們市長這麼用心 在縣市還沒有合併的時候 當時是許智傑市長在做市長 因為 為了要更多的 無假的市民朋友 來搭乘我們的大眾運輸 所以我們就在這邊 開了一個現在的一個自行車橋 自行人行景觀橋 那也很不錯啊 所以我們當時還沒有縣市合併的時候 我們就拋出這麼樣的一個善意 那現在我們已經縣市合併了 應該更多的善意啊 等一下再給我回答一下 那我們接下來可能就跟公務有關係 跟公務局有關係 台電電線桿到處淋漓 你電線桿在空中 它就看著跌著這樣破來破去 有愛觀瞻 那變壓器 零就緊淋我們的住宅嘛 它是一個不定時的炸彈 如果遇到颱風天啊 它的變電器 它就會直直響喔 所以也曾經喔 所以也曾經喔 曾經我們風台天落後天的時候 有旅公在斷的時候 也曾經有一種 這叫電燈嘛 電燈它也是有出費嘛 就好像這樣是對我們人們 應該是一個很大的生命財產安全 有受到很大的疑慮 所以本習 本習要講的就是說 台電它的策略喔 台電它的策略 如果有立即危險 有危機到道路行車安全 它如果要電燃地下的時候 地下化它的機會是 台電全額負責 它是全額負責 但是如果有 對於我們的 等於說我們市容的 觀瞻啊 對市容的景觀 還是地方的需求 可能是有那個人用到 就是可能有 有礙到我們市民朋友的出入的問題 這個就是市府跟台電各付一半 那當然我們的財政 拮据大家都知道的嘛 但是我們不能夠 這個是地下化 我們的台電電纜地下化 這是當務之急是 應該喔 財政的拮据應該有輕重緩擊 但是這個有 對市民朋友 安全生命財產有疑慮 有危機有立即 有受到威脅的 我們應該是不能夠 市府 就自己自三啦 就自己幾乎都被腰斬啦 所以每年幾乎都被腰斬 你賓的預算 好 那我們去年賓的 原賓來的預算是六千萬 但是自己的 今年 今年 這個 電纜地下化 會進化多少 三七五零啦 那我們 今年要 今年要編的 原來編的是 九千萬 我們 但是 為了 我們要送 明年的 配合款嘛 那自己內部先做一個調整 不算我們議會自己就調整 三七五零啦 本來是六千萬 你們就調整 三七 三七五零 那六千萬被刪 刪到 三七五零 相對的就是 今年 要編的預算 今年被刪了 那 今年當然 去年的 去年原來 是 六千萬嘛 你們就自己 就自己調整 變這樣 三七五零 那當然 你刪除了 那今年又編了九千萬 你自己的內部 再調整 三七五零 我想說 公務 我們公務局 你如果要送我們議會啦 還沒有送到議會 你們就自己先調整 三七五零啦 三千七百五十萬啦 不能再拖啦 一拖再拖 一拖拖到三年 這嚴重的對我們地方發展 這是不利啊 都市簡單的改造 是有不利的影響啊 所以本席是想說 我們公務局局長 希望 這條錢 不可以自己自砍嘛 不可以自己自行調整啊 你們應該 這個 這個對人民財產安全 有疑慮的 我想 這是本席的看法啦 你們今年 你們今年又刪了 又自己自行調整 又 調整到剩三分之一啦 這樣 我覺得 這個我在研考會 我們在社政委員會的時候 我會來講 我會來講 好那那因為 我今天議題非常多 三明里 他的公園 是立即性 有立即的危險 應該趕快來拆除 來做更新 怎麼說呢 來我們看一下 局長 處長 這個是 我最近 我們的市民朋友 包括我們的里長啊 他說 他覺得很困料 你看這個 都已經 已經結構體 他的結構都歸類了 他的 都鐵都已經 鐵劍都已經腐蝕了 這民眾 敢去嗎 根本不敢去 去了大家都這樣 走到屁屁屁屁 這個可能要立即性 去把它拆掉 太危險了 這個是鋼筋都裸落 你看 這個 這都開了 本來不是這樣 現在都拔掉了 我那天去看 我看了我真的是嚇一跳 還有樹也枯萎了 是不是也可以去 去被蟲害啊 這個樹木已經被蟲害 已經把它吞死的 已經很嚴重了 是不是也可以請 樹醫師 是不是可以去給他救我 我相信應該是救不我 我有去看 好 那 這個是 整個 這個都已經老舊了 我想 我以前還沒有當議員 我現在當了15年的議員 我還沒有當議員的時候 這個地方就已經很老舊了 但我當15年的議員 我從那邊經過 想要去看 看 因為有時候 這都是 看了 當然我是沒有提出質詢 那我是希望說 應該整個改造一下 這個是本席給你的建議 這個是山東里 山東里也一樣啊 你看這個 飛機路479項 你看它這個欄杆 Y7扭8的 你看它這個黑板樹還更好笑喔 這個黑板樹啊 排排站啊 黑板樹排排站 他們那 當地的居民啊說 黑板樹 這是不好的樹種啊 還放著 你不覺得太浪化了嗎 是不是覺得說 我們山東里 我們這裡是 都 大家都是三等國民 二等國民 他就這樣跟我這樣講啊 我聽了 我也相當不好意思喔 那你看 這個溜滑梯啊 老舊不堪啊 溜滑梯 當然我們也很謝謝養工處你們的 盡心經歷 我們都看得到 當然是 因為 三十八戶的 工作 你們是做不完啦 但是我們的人事預算啊 每年都 三三三啊 但是 我覺得你們很辛苦喔 但是 我要這樣子很嚴厲的 給你們質詢喔 也好像不忍心啊 但是 我還是要請你們 來關心一下 山東里的兒童 遊戲場 你看 這個啊 下來喔 小朋友喔 下來 他們都 都回腳踏啦 腳踏喔 穿更漂亮的衣服都不敢去啦 穿更漂亮的 有時候 剛才有女兒 女兒 女兒回娘家嘛 女兒回家一定是都穿水衣嘛 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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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小孩 要回來看外婆啊 外公啊 一定是穿水衣嘛 穿水衣 去那 露露的齁 回來齁 整個屁股 有時候穿那種 比較新的衣服 可能是黏著的 哇 回來 他們那個 等一到 他們那個 奶奶 阿公 爺爺那邊啊 他說 阿不然你是去做工啊 回來整身褲 都黑色色啊 整個衣服都 要去看阿公阿嬤 外公外婆 都穿得那麼漂亮 阿怎麼回到奶奶家 回到爺爺家 怎麼 怎麼整個褲子都壞掉了 我覺得 他們這樣子形容 我覺得也很不好意思 所以 也希望說 今天透過本席的質詢 也把這個 一該 我不敢說 你們這個整個改造 但是這個郵局 一定要改造一下 整個把它換更新 阿他那個歪曲扭巴的地方 也希望說 也把它弄好 好 那我們很開心 這今天可能跟公務局 養工處都有 那種相關聯 那我們很開心 我們的 原來六公頃的 我們的邵康雲區 那現在大家是變成十公頃 經過一番的努力下 也承認落定 但是 你們現在已經動土了 動工了嘛 也 明年就 也這個時候 也就要來做一個 啟用的 儀式 希望說可以 會不會 但是 本席想說 是不是 我們 那個 可以用一個 3D 3D的彩繪 因為 這個是本席 我們 就去那個 那個巴士 我們哪個地方去了 是去 台南吧 去台南 台南 西那個地方 我忘記 好美里 對好美里 好美里是一個 一個漁村 它那個好美里 你去那好美里 有 它是一個漁村 但是 那個地方就是 就是漁村 漁村 感覺就是 很大 為什麼 那麼多人都會去好美里 3D彩繪村呢 因為 我有去過一次 就這個就我去的 結果我去了之後 那我發現說 這是一個漁村 就是一個 很長的地方 為什麼 這麼多 由我們車都會去 所以說我那一次 我就很好奇 我就去了 我們也 我就跟我們那個 光環地球協會的 好幾部遊覽車去 那我 因為我沒有 跑完全程 我就很好奇 我就去這個 這個點 那去了之後 我不知道說 我 我照了 我照了相片出來 我好像會飛啊 我覺得 我覺得很棒耶 為什麼我說 喔 原來的就是 它的美角就是生在這裡 它就一個動作而已 就是 我就是感覺就很棒 這個是 但是本市說 如果 你們沒有 沒有的預算 是不是到時候可以 拜託一下 好 那我們 就來講一下 我們鳳山西橋 當然我們很感謝水利局 在這一次的 我們的前瞻基礎建設 那 也 優先給我們 來爭取到 9126萬 就是我們的 中处 中处里 跟桂林里 我們的那個 前鎮河 上游 那就是在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剛剛那個地方 那我們已經 9126萬 那 這個是 一個養生公園 也 也在 這個本市也已經 這個是當時 我們 墨南地 墨南地 颱風 的時候 我們的養公處 有堆積了 這麼多的 那個 當時 一直沒有辦法 把這些 廢棄 把它移走 那當然 經過本市的質詢之後 那現在已經在整地了 那 我很開心 現在的 公務局 我們也編了 兩千一百萬 那我們的進度 是不是 什麼時候 它可以會完成 養生 頂庄的養生 公園 的綠莓化 那這個養生的公園綠莓化 就是 剛才在 這邊 就是剛剛 本市講的 就是 我們水利局所編列的 九千多萬 就是 去爭取 我們的前瞻基礎建設 九千多萬 那這個我們也同步 在 我真的也很感謝 我在總質詢的時候 有質詢 有在 部門質詢的時候 也質詢 那我們現在已經編了 兩千一百萬 那如果能夠同步 我記得 我有跟水利局 質詢的時候 它是跟我說 今年的十二月底 它會去做花包 那明年會完成 那 是不是 也應該會 同步的 會去進行 應該會比較快 這個 養生公園應該會比較快 所以等一下 也跟我們來做一個 回答一下 那正興公園 它的缺失更新 那是不是今年 已經有編預算 已經有做規劃設計 那明年 明年當然是要來 把它完成 嘛 這個是本期 一再的 去 去督促 那 去 催促 那 我希望說等一下 也給我一個 非常好的 一個答覆 好 那我們的 新光園道 新光園道是 亞洲新灣區 那是一個 非常 亞洲新灣區裡頭 它的功能性 也是非常多 嘛 商桌 山圈啊 收購 新光大圓百啊 我們八十五層樓 是 是我們的 那個 市土總管嘛 我們的高雄展覽館 青軌 還有新灣碼頭 這個一帶 我們 要如何來提升 我們 我們的 市容的 改造 那也可以 把我們 同步可以 帶動我們整個 臨近的 舊社區的發展 因為這個 新光園道的旁邊 這裡 八十五層樓 這塊 這裡 差不多都是一些 比較舊部落嘛 那你這個 新光園道 如果 在市土這邊 這都是 比較舊部落嘛 那你如果把這個 新光園道 把它整個改造 我想 未來 應該是一個 很漂亮的外面 這個是 尤其我們市長 我在 這個區塊 我也講過幾次了 我也很感謝 我們市長 也很重視 他在 市政 我們高雄市政會 市政會議的時候 有三百四十一次的 市政會議 也曾經有 做這樣子的討論 要怎麼把我們的 新光園道景光改造工程 要怎麼可以 點亮亞洲新灣區 這個區塊 我想是 我們在 前庭 鄭新里 剛才在我們前庭的頭 也算是我們前陣 它是一個 首善地區嘛 這個地方 新光園道 也把它改造之後 我想 整個都會 有亮點 那 是不是 請 回答 因為我今天 今天 今天 口氣算 對你們算 友善 對你們 友善 當然這個 我們 小港裡 港鎮 港南 有一個活動中心嘛 那 以前 這個整個是光凸凸 形同會虛 好像 好像空頭有料 但是 我今天是要感謝的 就是說 在我們市民朋友 這樣子跟我的反應 還有我們的 紅樹村 里長 還有我們的 郭英里長 當然 郭英里長 跟我們主席 也非常的 友好 還有我們的 紅毛里長 還有我們的 鳳潔里長 大家都 對這個工夫 都很 很期待 當然 該質詢的 但是 該給你們 讚嘆 我也給你們讚嘆 本來是剛剛 就是 好像 他們說 好像穿的 穿到 現在就變成 這麼的漂亮 這個是 也是一樣 現在已經 變得 美濃美奮了 他們也 我們這些居民 也跟我講說 要 謝謝養工處 這樣子 我也一併 這樣子的 傳話 二十七號公園 他應該也 也做得 也非常的漂亮 好 那 瑞翔高中 瑞翔高中 他從 中城路 凱旋市路 班超路 鋼山中街 整個我們 鋼山的地區 也變得 很漂亮 剛好 他們這個都是 要經過我們的 那個輕軌 經過輕軌的路段 這個是經過輕軌的路段 那今年也 都已經完工了 那 學校校長 還有師生 也很感謝我們 養工處的 大力的支持 讓他們的孩子 有一條回家 上下課 一條回家的 同學步道 可以走 他們是 非常的謝謝你們 好 來 那 我們首先請那個 黃處 黃局長 黃局長 地震局的黃局長 來打呼一下 黃局長請打呼 這條路段 是要讓我們通一下 好 謝謝主席 謝謝林議員 對五十一期 這個地方的一個關心 齊戶本來是一體 我們公務團隊 合作一項是 合作無間的 是啊 我們公務局之間 真的是都通力合作 剛剛看到那個公文 我是覺得 很抱歉 不過這段時間裡面 事實上我們兩個單位 也都是 積極在做這樣的一個工作 比如說 六月十五、七月十九 就先去兩邊的肥瀉 肥瀉了 肥瀉了的時候 當然這 決定是 對經過來處理 我們就開始簽經費 請給市長 要求這些經費 那下來以後 我們在九月 八月十號的時候 九月八號的時候 我們就委託設計 剛才十月十三 那個設計單位 把那個堂 剛才送給我們 所以我們現在 在心度 下個月初十一月 什麼時候可以還工啊 兩 會 工程期啦 工程期兩個月 所以 兩 過年以前 過年以前 絕對可以還工 這一點 跟林議員補正 因為我們是 下車的時候 心度 下車就準備發報了 工期新人各位 所以是在刮到 每年的一關 春節之前 一定要完工 這個我一定會 人家督促 那個工程的進度 謝謝 好 謝謝局長 好 那我們請那個 新工處處長 公務局局長好 請公務局局長 來答呼一下 趙局長 請答呼 謝謝主席 謝謝林議員 既然剛才有很多案 我在這邊做檢疫 就主案來做一個說明 謝謝 首先就是說 我們鎮海路 就是跨越我們中山山路到 要再跨越我們前鎮河 一個人行景觀橋的部分 這個建議不錯 這個也加會我們的鎮海禮 那個區塊有三個禮 這個加會我們的禮名 這是好事 那市長也特別指示 說馬上來進行一個評估 馬上來進行一個規劃 這個市長已經有指示了 另外 既然還在關心 就是說我們的電纜線下地的部分 這個電纜線下地 其實我們今年有變三千五百幾萬 銀米尼 我們也變三千五百幾萬 這裡就是我們跟台電來合作 差不多三千五百 沒有關係 那我們會跟台電來合作 這個各負擔百分之五十 那但是我們選的路段 最主要是在我們的重要的路段 第二是在我們交通運量 比較多的路段 第三就是我們在整個防災 就防災的路段 另外 第四的部分 就是我們要配合整個市政建設 比如說我們哈馬興這個部分 這個我們會按照這個優先順序來做一個處理 但是有一個就是說 台電在 因為在一百零五年 它有一個墨蘭蒂台風跟美濟台風之後 它有一個防災型的電纜線的下地 這是從一百零六年到一百零八年三起的計畫 這些其實台電它是全額負擔 它投入的金額也將近有七億 這個七億 所以這個部分 防災型的這個部分 我們就可以免再出一半的金費 所以說我想這個金費 我們也經過通用的考慮 那另外如果說我們金費不夠 其實台電跟我們合作也非常的好 其實我們可以先請它先做 這個欠款的部分 在其他的年度再來自印 這個我們跟台電都有做這樣的默契 另外議員也提出了好幾個公演的部分 我首先講就是三明里公演的部分 這個涼亭剛剛在這邊講的部分 坦白講是蠻危險的 這個我們會優先來處理 我想說安全第一 另外包括我們會紀錄四七九巷公演的欄杆 這個已經我們預計在11月 下個月會來做一個修復 這個我們下個月會來做一個修復 另外在山東里兒童公演的部分 就黑板樹的部分 其實它的倦據是還OK啦 但是這個樹種坦白講是不好 那如何要來改變改良這個樹種 改植這個樹種 我們再來研議 另外正心裡這個部分 這個我們在涼亭遮陽板破裂的部分 這個已經修好了 這個已經修好了 那個油具的部分也已經拆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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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已經拆除了 這個已經拆除了 就是我們先把它預計拆除 就是先夠安全啦 我們再如何要來補製的話 這個我們再來處理啦 另外就是養生公演的部分 這個我們依據連底 連底可以來完工 另外我們有在關心說 我們星光園道的部分 其實在星光園道 我們是有一個比較突破性的看法啦 我們一直在星光園道 你也知道有試圖總管 未來遠雄建設的一個植物案的建築物 我們也蠻高的 那還有我們的整個世貿 其實在我們的星光園道 從我們的中山路 到我們的中華路 再到我們的成功路 再過去就是我們的一個星光公園 再過去就是一個海岸 其實我們這個突破的想法 是想把它3D立體化 所謂3D立體化 整個園道它裡面 包括水利局的雨水下水道系統 包括也有污水下水道系統 這邊都要來做一個整併 那另外就是這些大樓之間 要如何用一個 這是一個構想 如何用一個架空走廊的形式 把它串連起來 所以這些立體的3D的構想 其實坦白講 我們也都一直在研究 如何來把這些3D的構想 來把它完成 我想議員要給我們一段的時間 謝謝 謝謝 鄭新里的部分 我們也請我們養工處 趕快來做鄭新里改造的部分 先請我們養工處來進行 先進行規劃設計 謝謝 謝謝 那這個 那你養工處來的地方 那你也一直說 那個西方連號現在 現在海災研究還有 對我們也有在 平面式的規劃設計是有 但是我們是覺得這樣不夠精彩啦 我想 其實這個是我們亞灣的重要的地點 所以我想說 把比較突破的想法啦 以上 好 今天的議程到此 全部結束 那明天上午9點 繼續公務部門業務質詢 散會